好 天氣要結束了 滯留封面接近臺灣的上空 各地降雨將會持續 從明天開始到下個禮拜日 一連六天封面都會滯留 再加上西南季風助長降雨 透過雨區預報來看到了 今天晚間明顯這個水量就增多了 到了明天水量是更多的 白天西半部地區會有震雨 或是雷雨 也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尤其是禮拜二 禮拜三 雨勢是最大的 還會有局部的短延時 好雨發生的機會 而其他地區也會有短暫震雨 或者是雷雨 而這波雨勢呢 堪稱是今年沒雨季以來最久的一次 至於高溫也會跟著下降 一起來看各地的詳細溫度 臺北地區基隆臺北新北 有下雨的機會 溫度二十二到二十五度 桃園新竹苗栗 同樣都是會下雨的溫度 二十二到二十五度 中部地區台中彰化南頭 溫度二十五到二十九度 同樣會下雨 雲林嘉義台南 溫度二十五到三十度 同樣要留意下雨 好高坪地區高溫來到三十度 同樣要留意午後雷震雨 東部地區宜蘭花蓮台中 溫度在二十四到三十一度 同樣會降雨 最後看到是外島地區 馬祖金門澎湖也是會下雨 溫度二十一到三十度 好 提醒大家 禮拜二到禮拜四呢 受到封面影響是最明顯的時候了 西半部的整天都是會有局部大雨 北部也會明顯地轉涼 禮拜五到下個禮拜天呢 降雨是集中在中部以北的地區 會有鎮雨或者是雷雨 並且要留意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所以這個禮拜出門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據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天氣資訊